今天我们来一个创意品牌 春暖花开 第一项咱们先把鸡蛋和松花蛋煮了 松花蛋为什么煮了呢 松花蛋为什么煮呢 这是一个小妙招 它一切那不糖心就躺了嘛 你一煮它就不躺了 松花蛋呢是煮五分钟 鸡蛋呢是煮八分钟 松花蛋呢本身它就是熟的 咱们煮五分钟就是定个型 鸡蛋是生的 八分钟呢才能定型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诺亚方舟 海带皮和生面条 给它擦一下 用鸡蛋液啊把这个封口粘上它 我们的船头我们再做个船尾 诺亚方舟的船和船舱做好 这个面呢就是船的毛皮 蛋呢就是船舱的毛皮 把墨亚方舟的船舱 把墨亚方舟的船舱 贴上一船马赛克啊 让它防水又漂亮 这个面呢要筋的还不能硬了 硬了呢就断了 软的呢就粘在一起了 就像缠毛线团一样 船舱的马赛克呢咱们就贴好了 咱们去像不像北京的鸟巢去炸去了 诺亚方舟就诞生了 这个油啊一定要多放 放足了这个油 油温呢你这筷子一下去 你看这筷子冒泡了就可以了 咱先把方舟下去 用这个筷子啊慢慢的把它分开 它就定型了 现在越大呢 船舱啊就越船 这个型啊就定住了 就让它慢就不能再动了 这个一直啊炸到鲜黄色再捞出来 油温呢不能过高 不然呢就给它炸糊了 特别这个存肠啊一定要勤扒了 让它受热均匀 存肠呢咱们就盛了 方舟啊油温呢要高一些 要多炸一会儿 方舟呢咱就带上了 炸好了 我们现在呢做一朵菊花 趁呢擀成花瓣装 这个呢不能擀得太深 这朵菊儿把它一点点剥开了 花呢就一点点开了 擅放 这个皮啊和那个羊啊一定要分层 给它擀开 这样呢花呢就开了 层次有了 这个大鸡花啊咱们就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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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把它变成成情的尊 我们的创意品牌做好了 那花开的这个绿啊 我这个是用的是韭菜 你们也可以割香菜 西兰花 小葱 叶子都可以 妹妹们 你们要有好的创意 教教我 就使我们这个节目更丰富多彩 咱们用苹果呀 叼一个花 选择一个红苹果 创出来的花啊更严厉 那花啊 那个刀啊一定要锋利 花啊 那个刀啊一定要锋利 咱们又磕出一层花瓣来 咱们又磕出一层花瓣来 花瓣的一个形咱们就磕出来了 把这个多余这个肉咔下去 咱们这个花就成功了 中间这块白的呢 就这么给它咔下来 现在呢我就给你们示范一下 这样怎么样给它搭成的 咱们这朵花呢就完成了 后面呢也是要镂空的 咱们这朵花呢就完成了